从凯旋夜市爆发产权争议之后 被铁皮围了起来 最近被发现挂了布条 夜市要重新改名 要开放招商 关闭一段时间的凯旋夜市 最近挂上新布条 还有一块新招牌 凯旋夜市改名港督浪潮 现在要招商 预计年底要开幕 现在目前规划夜市也不错啦 可以现在看看这样 应该会来这边逛一下 看看这样 确定要招商 施工人员加紧赶工 做相关的设备工程 凯旋夜市一路走来 话题不断 二零一三年凯旋夜市开幕 当时号称全台最大 九千坪场地 全盛市骑八百摊 人潮最多一个月八万 后续经历气爆 路客不来人潮出走 二零一八年凤旋七年夜市 五百个摊柜并入 改名凯旋七年观光夜市 之后七年夜市搬到中轮 又改回来 还有易德夜市 在二零一九年搬迁到隔壁 规模几度扩充 但人潮却越来越少 二零二三年爆发产权纠纷 几度冲突后为期铁皮歇业 现在挂上布条重新招商 管理业者表示 会和之前的夜市风格不一样 主要是夜市 然后还有居酒屋 然后还有一些假日市集 还有一些幼儿运动 我们地方是比较反对 我们希望市政府把它收回去点编 或者该大型的运动观 但对于夜市改名回归 当地有些不同声音 这过去全台最大的夜市几经波折 要卷土重来 预计有两百个摊位 目前遭到六成 人潮会不会跟着鬼龙 还有待观察 三眩许事听古福仙高雄报道 去全台湾 再次了一下 二人潮会不会放弃 一人潮会不会放弃 可抵较 二人潮会不会放弃 一人潮会不会放弃